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原宇宙概念股 看起来有些也涨多休息 但是我并不认为说这个行情就是要太悲观 比如说你看同样带低轨道卫星的个股 今天一档公道涨停的是万泰科 他昨天法说就谈到 这个未来的一个成长动能是相当乐观的 而且他的产品已经在出货了 明年还会有倍数的成长 那你看万泰科的股价第一个位置点相对较低 所以说有这样的一个利多在股价上 他就比较容易获得市场上的认同 因为资金他还是在低轨道卫星啊 原宇宙这概念股流动 所以他会转到相对在低档 那同样谈到电源线的族群 今天另外一档要开发说 获利更好的是3501的维席 我就用同样的角度去看 因为维席是属于政维集团的公司 第一个有背后母公司的奥远 第二个就是本身的获利 其实都是相当稳健的一家公司 我们时间周期可以拉长一点 给投资人看 其实过去以来 其实他几乎算是没什么动到 但是如果说你看他的一个 EPS跟营收的状况 其实比这个刚刚谈到的万泰科 还要好更多 而且他过去就是这个SpaceX 最早就是在相关的 比如说像是从室外到室内的 这个所谓的电源供应线 甚至网路电源线 他就是最主要的供应商 大概占这一块产品的比重 高达将近八成 所以你可以看到 股价还没有涨 但是如果今天下午的法说 如果也释出不错的讯息的话 我倒觉得类似像这种低档股 他有机会 那同样 这个元宇宙的部分 未来我觉得真正能受惠 就过去有讲到的一块 就是这一次Meta展示出来新的 所谓叫做感觉感应的 那个手套的部分 前一两天在网路上有流传 所以我觉得感测器 感测原件 NENS的族群 它是会受惠 因为未来不是你只有带VR 你手上甚至还衣服 会穿一些这种所谓的感测的装置 那NENS封装里面 算是最具指标性 今年获利成长蛮好的 3372的典范 投资人可以看他的营收财报 做一下关注 那今年的获利是大幅度的成长 全年的一个获利 有机会赚到两块多 有机会写下13年高 那典范位阶也不高 这一波也拉回做整理 那相关的基本面 投资人可以再留意 我倒觉得有基本面的题材股 原则上 低位阶的情况之下 还是可以比较偏多去做看待 非常感谢胡于彤的分析师